歡迎收看非凡遊,我是張淑慧 關愛基金撥款資助每名基層學生3000元參加遊學團 希望所有學生能夠在同一起跑線上 大建議就引來社會極大迴響 有教育價質疑一次的遊學經歷對學生的幫助有限 我們跟了20多位中學生一起到北京遊學 行程中有觀光和和當地的教育機構交流 究竟這次遊學對他們有什麼啟發呢? 自己是一個貧困的家庭 其實第一次坐飛機 第一次參加這類型的遊學團 始終去旅行的機會不是經常都有 如果沒有這個關愛基金的資助的話 對這些學生來說可能因為負擔不到 而失去交流的機會 同學本身可能都會比較偏重遊客的心態 如果想學習可以升高一些層次的話 會需要放低相機去接觸私下探索多些 這些就是我和學校那些隊友一起打的排球比賽 如果去北京的話 我會比較想看到鳥巢和水立坊 我自己是做開運動的 對這方面都會比較有興趣 如果有機會我都想嘗試去水立坊游下水 其實我想游游水的時候應該沒有什麼分別 但是感覺可能不同些 我也不知道 其實也挺開心的 因為始終去旅行的機會不是經常都有 一定會帶相機去 因為很難得才可以去一個 自己沒有去過以後 都是我們的首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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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方園 你不可以叫全員或叫我阿賢都行 我都是升腰漢 成熟 穩重 老 有些興奮的感覺 因為見到很多新朋友 這次是第二次坐飛機 都會很喜歡看春天的景色 因為在高空看下去 看到的 是平時看不到的 都會很漂亮的 有種一飛沖天的感覺 都挺正 感覺到這個 作為首都的規模 很多人 比起我上次去越南的感覺 很厲害很多 規模大很多 還有很多不同國家的人 應該是首都應有的東西 其實我們是可以現在拍的 去到某些地方 幾十部拍照機都拿出來 拍照 也是很典型的香港人旅遊的心態 往來 她的出入口 在外面的鐵集圍欄上面 知不知道為何要這樣做 甚麼姿勢 不知道 我去到香港大球場 我去到香港大球場 都已經覺得很大 但現在我們只是看到鳥籌的 一個窗口 但都已經是這麼大 我想如果在高空看下去 會更加震撼那個畫面 不過進不去 可惜 盡量可以走到幾 人非常之多 所以你們逼去看星期的時候 也要小心自己的貴重財物 4點到起床 很幸運 很多人現在都逼到走都走不到 很多人現在都逼到走都走不到 可能離開星期暫時都沒甚麼想到 參觀者身份也有個好處 即是說見到很多東西 但如果想學習 可以升高一些層次 需要放低那個相機 多些是去接觸 去思考 和去探索多些 三二二 GO 我們現在去了學畫 京劇的人的面部 其實第一次坐飛機 第一次參加這類型的遊學團 自己是一個貧窮的家庭 真的很難去不同地方 以前覺得中國的京劇 是一些很老漢 很滿的東西 但這次自己親身投入 去畫這些面部的時候 反而覺得原來中國的經劇是很有趣的 我們真的應該要去學習一下 一個學生中六、中七 是否遲不遲 其實是不遲的 只有有機會給他們 尤其是清貧的學生 他們在香港的視野實在太狹窄了 未必每一個學生在每一個活動裏 都能夠立端見影地收下 但是播放了種子何時會發芽呢 就因應學生的因緣際會而定 如果沒有機會 他可能甚麼都沒有了 我第一顆氣象微星 風雲一號 為我們那個氣象視野做出了貢獻 風雲的時候 它就會稍微打開 然後幫你操作用的 剛剛聽那個介紹就是說 是真是載人火箭裏面的一塊零件 這個是真跡來的 雖然每次去一個地點 都可能有道想員去跟我們介紹 但是就是憑道想員的說話 其實都 學生可能吸取的都是比較少的 如果他自行 可能他看完問問題 自己發問 可能對他們的成長會更好 我們現在坐著這三輪車 去著北京老百姓的家吃教紙 我覺得現在超級有中國特色 很好玩 看到很多中國老代的一些特色的文化 在這裡 還有第一次坐都是很新奇的 但是覺得別人很辛苦 跟的士司機聊天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理解 民生的一個機會 但是就似乎不太看到他們會把握這些機會 不如不如跟這些真正在當地生活的人 去聊天 會看到有安排去民居 吃個午餐 其實我也在想 設施房菜多些 其實不是很難 我想最難是搓皮那一下 但是北京老婆幫我們搓了 我覺得來北京應該最應該是要體驗 一些當地的文化 譬如你去酒店那些吃 是很好吃 但是不是地道 不是老百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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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老百姓的 公布推搶 後面是勾手 後面是勾手 有點力啊 還有一個很好的身體 在練習的時候 你總會覺得很困難 然而你一直抱著什麼的信念 讓自己能夠堅持起來了 就是小的時候 沒有那麼多想法 我們除了訓練 讀書 就是吹腳 非常簡單的生活 所以央軍隊員 只有一個想法 就是拿滾軍 拿滾軍就等於說你是成功了 在你這個專業上面 你成功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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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在烈日多空之下,我们只是训练了两个多钟 我做运动的,其实我都觉得非常之辛苦 香港青少年普遍都是比较少做运动和依赖家人 我觉得在这些军事训练的学校可以练到我们的独立性 服从性和自我学习的态度 你们的闹钟呢? 没有 没有 就这样起床? 很厉害 你有时间? 没有 不 逃顾 那你们可以做什么? 因为香港是没有这个职业 所以想知道他们在训练的时候的生活是怎么样 有没有自由时普通时间 或者有多少假期 其实他们真的很辛苦 他们一年只有20天假期 就是放新年假期 太辛苦了 我要读书好过 我 我擅长了 我擅长了 水啊 你小子啊 我自己要 作為中國人一定要來的地方 所以可以走到最高的地方都很開心 那些梯級好似,都不是正常梯級 我已經沒什麼氣力了 好熱,剛好走到最高紅色的地方 真的很辛苦,不過很滿足 平時看的照片好像很容易走上去 但現在來到這裡,原來很難走 而且以前那些人一手一腳自己用磚砌 都很難,但他們竟然可以做到這麼偉大 所以能夠走上去真的很自豪 遊歷得多,那個人記得世面多 那個胸襟會很廣闊 看東西很包容,而且不會那麼自大 很簡單,剛才我告訴我 他去完長城之後,發覺自己很渺小 在長城之下,這就是他一個經歷 整個旅程都很開心 難得來到北京,最好就可以 什麼都去試一下,什麼都去碰一下 但是很多時候,真的可能拿下車 聊聊天,又完了一個任務 如果真的搞一個好的交流團 其實都可以再集中一些學多一些東西 所以每一個交流應該存在不同的目的 一個配套式的設計 才可以發揮到一些有意思的遊學的活動 因為以往氣跑點是低很多的 在現在來說,尤其是社會的貧富懸殊 距離是拉遠了,真的突顯了 其實貧窮家庭之類的成長需要 如果真的要選擇,我會寧願吃飯省少少 或者買少健身衣服穿 而可以選擇去一個這樣的旅程 可能只是幾天,就應用了很大筆錢 但是這幾天的經驗,你會深刻得來有意義 自己是一個貧窮的家庭 可能連書保費都要到處去籌集 還有要申請一些政府的資助才可以維持得到的時候 那真是很難去不同的地方 如果我們的基本生活是可以得以支持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不同的地方之餘 我們亦可以專注於我們的學業 我們將來的成就應該會更加大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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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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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